爹 您武功盖世 一定有办法可以化解水来体内的长进 是吗 或许可以吧 我有这个必要吗 我现在正在修炼 成龙斩的第九竹 到了九要关头 没有成龙斩 我就是凌双剑出世 也绑不住我 现在没有任何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爹 求您了 城主 反正现在凌双剑也没这么快铸成 你不如就先救救少主的朋友 而且现在少主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 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不是更耽误您铸剑的进度吗 你们都怎么了 你们都怎么了 他只是个剑狐 你们关心他都胜过于关心我 凌双剑 随时都会铸成 那么 觊予我凌双剑的敌人 随时都可以出现 我要是把他静活了 我自己的元气必然大伤 敌人就会趁虚而入 那入剑城就会毁在我的手里 我剑家数十年的梦想 不就会毁于一旦 爹 我真的不忍心谁来就这么死了 这样啊 御兵之床是治寒之物 让他自己在床上谈缓了 再为他以女人之喜 或许 可以调整他的阳刚内积 是真的吗 爹 是死是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走吧 bombs 愿刑 需要 你 乖 你费心了 花玉奴呢 为什么不帮你打扫房间呢 我一向不习惯 有人进房间动我的东西 这儿的话也没什么粗活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喜欢它 我可以帮你再换一个 城主 不必费心了 好 那我先走了 我到底要怎么救藏风 有什么办法能救她的 御兵之床是致寒之谜 让她自己在床上弹火了 再为她以女人之下 或许可以调整她的阳刚内劲 这汗怎么回事 这汗怎么会流不停 能闹 剑兄 雪岚 你醒了 我很难受 雪岚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真的很难受 雪岚 你杀了我 求你杀了我 求 求你杀了我吧 我来 他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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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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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对我好 因为你是我第一位朋友 这二十年来 一个可以倾土心事的人 就是你 怎么了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 你就这么做 也 也 也就无聊我 相信我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呀 呀 啊 啊 雅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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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誰把你打成這樣了 雅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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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暇去想那么多了 现在就有人邀请 你醒了 你呢 好点没有啊 我感觉好多了 力气也恢复了 可是昨天晚上 我觉得 有人给我味药 咸咸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药 别管是什么药 有用就好 你能带我出去走走吗 待在密室里 我都快闷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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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庙 走啊 为什么 带我来音乐庙 专心点 音乐庙 走 这什么呀 这个呀 是姻缘牌 在这儿最灵验最出名的 就是姻缘牌 很多未婚的男女 都到这儿来求姻缘 你只要写上你自己心爱的人的名字 把它挂起来 你们就会生生世世在一起 看来你一定有心上人了 来 我看看 剑雄 无名 你的心上人 怎么起个这么奇怪的名字 我又没有交往过那女孩 我当然写无名了 代表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别管我了 怎么会知道 你心里有谁就写谁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怎么会知道 你心里有谁就写谁啊 我曾经爱过谁 更何况 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如果真的把一个姑娘的名字写上去 岂不是害了人家 还是要有 fairy的名字写上 我倒是我 大姐的名字写上去 我从来没有 你这次写下人 拙大人 你现在这个人 我自己湊在这里 你什么都行 因为你不相信我 你也不相信我 吗 我从来 水澜 你 虽然这是音乐庙 但我依然想求 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一起 做对好兄弟 永远不分开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我们会永远永远在一起的 水澜 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可以救你了 我去找神医塞瓦陀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 你为什么为他哭泣 你难道忘了盟主交代你的任务了吗 不要你管 原来你还是对他动了真情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走 走 你干嘛拉我来这鬼地方啊 我警告你 不准你动他 如果我说不呢 那我杀了你 不 你不会杀我 你要是想杀我 早就跟建尊提我的事了 你为什么不叫建尊派人来杀我 难道 你喜欢的人是我了 少在那自作多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之所以不敢张扬 还不是怕坏了你的好事 你胡说什么 如果你张扬出去 建尊就会派更多的人来保护你 那样你的自由就受到限制 如果你的行动受到了限制 不就更难暗中进行你的计划了吗 我能有什么计划 这一切不过是你的猜测罢了 没错 我是猜测 我猜 你的计划肯定跟凌双剑有关 是吗 我看你在打凌双剑的主意吧 凌双剑既然是天下第一神剑 又有谁不想得到它 不过可惜 我对一把剑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 是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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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熊儿私自出城了 是的 少主没说去哪儿 属下也不敢拦 不必拦它 也是该去找它了 我的凌双剑的剑魂 就要靠这个人了 都变了 吃饭了 又去石神居了吧 依依失踪了 石大娘也跟着不见了 我想啊 他们俩肯定是为了躲避 人前行的纠缠 故意把石神居给关掉 那也没有必要 一声不吭就离开吧 这好歹我们也是 多年的交情 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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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少在这儿虚情假意的了 什么多年的交情 我看你呀 只不过是吃不到石神居的菜 浑身不自在吧 这真是婚姻失败 取鸡不咸哪 什么 我还没有说 我这朵鲜花 插在你这牛蒜上 你倒还在这儿 猪不咸 狗不爱的 你吃不吃 不吃我就来吧 别别别 我别别 我吃 我吃 请问 看病明天醒早 可是这个病人生命垂危 镇上多的是大夫 塞天辈 请您救我一个人 我这个人有三不救 吃饭的时候不救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救 还有 来者下跪的不救 对不起 很不巧 你正好 做好犯了这三条 所以请回吧 塞天辈 求您高抬挥手吧 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 请您笑纳 你是驻建成的人 您怎么知道的 他们平远票后 在大江南北有三十七处之多 也只有像驻建成这样的总行 才能开得出这样大手笔的银票 那塞天辈 愿不用跟我回驻建成 救一个人呢 刚才忘了说了 还有驻建成的人 我也不救 为什么 驻建成的城主 贱尊 恍望自大 专注神兵 制造杀伐 罔顾人道 我要是救了他的人 岂不是助纣为孽 为天下人所不齿啊 可他不是驻建成的人 赛前辈 求您了 不救就是不救 收好你的银票 送客 如果这样的话 晚辈今天在这常跪不起 一直到您答应 好啊 愿跪者请自便 不过 到门外跪着去 快派ONA 报告 快洪路 不复杂 你别跪了 没用的 回去吧 我们家那死老头子 形衣江湖一辈子了 骨头是变软了 可是心肠是变硬了 你跪得越久他越是不久 他说你们这些人急的时候越是会跪 等好了就越是无情 你听见了吗 温倒了 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的 禀城主 冰姑娘不见了 什么 冰姑娘不见了 你是怎么看着她的 请城主恕罪 我早上还看见冰姑娘去了月宾床密室 可是后来忽然就不见了 看来她跟熊儿正找的是同一个人 你别动 你受了风寒好好休息吧 我说的风寒不算什么 我说的风寒不算什么